三周年纪念日那天 我为周启宁做了烛光晚餐 她却在公司和她的混血白月光热吻 事后她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那是外国人的见面礼仪 后来我离开了她 在浴室她拼命地忏悔哭着想吻我 我闪身避开搂过自己的妻子 抱歉周女士 在我们国家这是爱人之间才能做的事 我是一名营养师 而我的女友周启宁是一个免疫超敏患者 对几十种常见食物过敏 所以纪念日当天 我一早就开始准备晚宴的食材 目标就是在兼顾她身体健康的同时 做一顿美味丰盛的大餐 忙活了一整天 直到夜幕降临 我满足又欣喜地看着一桌成果 开始等她 可我等了很久很久 她都没有回来 第五个电话也无人接听时 我有些不放心 拿上外套开车去了他们公司 刚驶入停车场 周启宁就从大厦里走了出来 我降下车窗准备叫她 却听到有人喊你 你等等我 周启宁走得飞快 还用手背抹着眼睛 她身后追出来一个男子 从背后一把抱住了她 我差点以为她遇到了骚扰 拉开车门就想冲出去 但安全带的锁扣却意外掐死了 我正疯狂地扯弄袋子 就听到了周启宁的哭喊 郑英博你现在还回来做什么 我停住了手上的动作 宁宁对不起是我回来晚了 我向你道歉发生了太多事 被称作郑英博的男人 死死地把周启宁锁在怀里 任由他又推又打 周启宁泪如雨下 你一句让我等你 我就等了你十年十年 你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条短信吗 好 我终于放弃了 我开始过新生活 我博士毕了业 交了男朋友 我已经把你忘了 你又出现在我面前 说要和我重新开始 你到底要干什么 看我像条狗一样 被你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滚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听着他歇斯底里的呐喊 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 十年什么十年 他等了这个男人十年 我和周启宁是在读博时认识的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就是典型的科研工作者 严谨务实 冷静克制 恋爱三年 虽然我们也有亲密时刻 但我仍然会有一种 淡淡的距离感 我一直以为是他性格慢热 而他也说过 我是他的初恋 所以有时可能不太会 表达爱意他的话 我都信了 但此刻 我看他在另一个男人怀中 崩溃大哭 感觉自己好像 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一样 我愣愣地看着郑英博 捧起了他的脸 把泪水抹掉 然后亲在了他的额头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没有想耍你 是我的错 他从额头亲到脸颊 又亲到鼻尖 我还爱你 一如十年前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向你解释的 周启宁放任着 他的动作泪水 一直不停地流 最后认栽一样闭上了眼 眼睛掉了 衣服皱了 周启宁安安静静地 接受着对方的吻 好像他们是一对 久别重逢的爱人 不知道过了多久 有汽车轰鸣驶过 惊醒了他们 反应过来 自己在做什么之后 周启宁脸色瞬间 煞白一把推开了郑英博 而郑英博还想拉住他 我把车开了出去 暗响了喇叭 周启宁看到了我的车 猛然一惊 我们隔着降下一半的 车窗对视着 似是想通过这个缝隙 窥探对方惊涛骇浪的内心 他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 然后转身朝郑英博挥手 我男朋友来接我了再见 随后拉开车门 深吸了一口气 挤出一个惊喜的微笑 刚到马 今天怎么突然来接我 他的睫毛被泪水 粘在了一起 嘴唇掠掠有些种 却一副强自镇定的样子 我如梗在喉 刚到先上来吧 我启动车子 驶出停车场 后视镜里 伟灯照亮了郑英博的面容 这是个帅气的混血男人 此刻紧咬下颌眼瞳里 充满疯狂的嘟意 一路上周启宁一开始还能端坐 渐渐地就开始失魂落魄 我开了许久 才说我给你打了好多的电话 他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今天总部派人来视察 我静音了忙到刚刚那的点 沉默在我们之中蔓延 我艰难地张了好几次嘴 刚刚那位是 哦 他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 很久没见了 刚刚遇到就说了两句话 普通朋友 你等了十年的普通朋友 我压抑着 已经涌到猴头的苦涩 我刚远远看到他 好像贴你很近的样子 周启宁眼睛眨也不眨 他是中美混血 很早之前就出国了 可能是他们外国人的 见面礼仪吧 把我也吓了一跳 我捏紧了方向盘 心里振振刺痛 到家之后已经有些晚了 一桌子精致的饭菜 此刻已经冷得彻底 周启宁开门 看见餐桌上不在 新鲜的玫瑰 和燃烧了一半的蜡烛 愣在了原地 今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 本来想给你做一顿 美好的烛光晚餐的 他眼里闪过一丝懊悔 慢慢还住了 我对不起 我今天竟然忘记了 你还没吃晚餐吧 要不要加热一下 多少吃一点 他把头埋在我胸前 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我今天太累了 没什么胃口 我想先休息了 我沉默半晌 然后拍拍他先去洗个澡 很快浴室传来水声 然后又停了卧室的灯打开 然后又熄灭 房间里一片黑暗 只有落地窗 倒映着万家灯火 我在餐桌面前静静地坐着 看着正中那个红色的爱心蛋糕 周启宁对鸡蛋严重过敏 但他每次路过蛋糕店 又眼馋得不得了 在今天之前 我偷偷试了很多种材料 那些做出来的半成品蛋糕 吃得我都快吐了 直到最后我发现 可以用奇亚子粉代替鸡蛋 才做出了这个他能吃的蛋糕 我本来想给他个惊喜的 叹了一口气 我抬手把蛋糕 整个扔进了垃圾桶中 打扫完餐桌后 我走到了阳台上 给周启宁的朋友打了个电话 这些年来 我们都互相融进了 对方的朋友圈中 我以为我真的足够了解他了 但今天发现并非如此 为赵逸 你听说过郑英伯骂 对方立刻进了声 我记得你要和网恋的姑娘 见面了吧 你要是不说 让我给你配减制餐的事 就免谈 在我的逼迫下 他吞吞吐吐地告诉了我 周启宁和郑英伯的旧情 郑英伯是跨国要起 正式制药的公子 有个联姻的未婚妻 而周启宁 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 他们两人爱得吃脸 郑英伯要毁婚 结果被他爸 直接送回了美国 这件事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 这要一叹气之红 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当时他们才多大呀 十几岁的年纪 再怎么刻骨铭心 也早都翻遍了 宁宁当初是真的喜欢你 才和你在一起 何必还要扯这些旧账呢 虽然不知道 你从哪里听到了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都看在眼里 宁宁和你在一起后 是他这些年来 最开心的日子 我们这些朋友 也一直都盼着 吃你们俩的喜酒 谁还没有个年少 荒唐的时候呢 别让过去的事 影响你们俩的未来 挂完电话 我独自在阳台 抽完了一包烟 我也希望 如此像赵一说的 那只是翻篇了的过去 我也想和周启宁 白头偕老 可是他们刚刚 烟头明明灭灭 我蹲了下来 将脸埋进了膝盖中 第二天醒来 是我喉咙疼的难受 我到厨房倒水喝 看到冰箱上贴着张便条 吃红昨天太累了 没来得及和你说 三周年快乐 你表白的时候 仿佛还是昨天 但我们竟然已经在一起了 这么久的时间 谢谢你为我准备的晚餐 我很开心 也很对不起浪费了你的一番心意 我们今晚出去吃 好吗 我请客 我给你做了早餐 在电饭包里 看你还在睡着 我就先去上班了 晚上见 电饭包里 是炖得喷香软烂的瘦肉粥 他把青菜切好 晓铃在了旁边 怕煮久了菜叶养花 没了卖相 我看着便谦上 小小的爱心心里酸酸的 睡了一觉也冷静了些 赵毅其实说的没错 三十的爱情已经不再像 年轻时 那么容不得一丁点瑕疵 更何况 昨天在郑英伯面前 他给我的身份是男朋友 而他不过是个十年间 都没有出现过的幻影 记忆会无限地 给执念中的人 蒙上美好的滤镜 但一时的激情 却很难撑起余生 或许 这些经历 到以后还会成为 我们毫无借地谈论的餐桌话题 以嘲笑自己年轻时的冲动和幼稚 我真的很爱周启宁 所以我想再给自己和他一个机会 想通之后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都畅通了许多 花了点时间处理完自己工作室的事 我开始给周启宁做午餐 往常我都会给他做午餐 他们公司虽然有食堂 但他经常在实验室埋头苦干 错过用餐时间 而且食堂也经常会有一些他吃不了的菜 楼下的保安大叔 见过我几次看我拎这个餐盒 咧着嘴笑又来给女朋友送饭啊 是啊 哎呦他可太有口福了 我笑着和他挥挥手按下楼层 今天周启宁也不在宫位 我把餐盒放到他的办公桌上 看到了他摊开的笔记本里 随手写了几家餐厅的名字 然后在其中一个上面画了圈 我笑着在上面用波浪线勾了另一家想吃这家 一回头郑英博就站在了我背后 他瞥了笔记本一眼 又看了看我放在桌上的餐盒 眼睛慢慢地眯了起来 你就是宁宁的那个主妇男朋友 他重重地咬在嘱咐两个字上 语气极尽轻蔑 一句话我就已经火冒三丈 但这里是周启宁的公司 我不想把事情闹大 惹他难做便直接绕过郑英博 站住他手臂一横 我想和你聊聊 我没空他挑起了眉 我不知道你怎么进来的 但这里有许多涉及机密的文件 你随手翻动员工的笔记本 很难不让人怀疑你的动机 而且很不巧 正是制药是这所公司最大的投资者 如果你有切密的嫌疑 那放你进来的人 恐怕就要丢工作了 我怒视着他这个男人 简直令人作呕 但如果你和我聊聊说不定 我就忘了这回事 被逼无奈我坐上了他的车 但我没想到 他竟然把我带到了他家里 那是江边的一间大平层 视野开阔装潢奢华 他随手拿起一份文件 翘起二郎腿 任志宏33岁 自由职业经营着一家 高端营养咨询工作室 年收入60万 他吃笑一声 宁宁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 我上下打量着他 郑英博看着像43岁 听说是个富二代 但感觉有手好闲 已经有未婚妻 却还勾搭别的女孩 被父母棒打鸳鸯后 自己屁都不敢放一个 却敢让对方苦等十年 人母狗样地回来 现在看样子是打算当小三 他不看上我 难道看上你这种人 郑英博面上瞬间英狠 你懂什么 你以为我这些年都在国外逍遥 我花了多少心思 才摆脱那个垃圾父亲的控制 才能回国来找他 听我对你们豪门的亲情恩怨 毫无兴趣 如果你想和我谈的 就是这些 那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 我要走了 他有些急了 直接摊开双臂这里 是我给宁宁准备的婚房 480平价值5000万装修 又花了3000万 车库里还有7辆车 他可以换着开 一周不重样 我挑了挑眉 我女朋友知道 他要和你结婚了吗 他气得咬牙切齿 是现在还是你女朋友 可你能给他什么 给他每天做三餐 给他打扫房间 在他每天下班进门时 说一声老婆辛苦了 我也不是什么 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拥护者 对你们的分工也没意见 但你看看我拥有的这一切 不觉得自己压根 配不上他吗 才能给他更好的生活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而你不过是个 趁人之危的卑鄙小偷 我嘖嘖了两声 开始绕着客厅走 闭柜上放着七七花瓶 红葡萄酒 临时柜里有开心果 打开冰箱芒果汁牛奶 走到阳台 我看向下面小区里的 行道竖法国无童 你到底是打算 把这里当婚房 还是杀人场所 你知道我刚说的这些东西 哪一个都会要了他的命吗 你以为他以前 只吃固定的几种食物 是因为他挑食吗 你连他最基本的身体情况 都不了解 就扬言要给他更好的生活 谁给你的自信 郑英博的脸上 浮现出一种愚蠢的困惑 而且你要真是觉得 自己对他十拿九稳 又何必来找我炫耀这些东西呢 不就是因为你除此之外 一无所有吗 我遗憾地摇了摇头 本来今天见你之前 我对你还有些戒备 但现在看来你也就是一个 头脑空空的花花公子罢了 大概还以为周晴宁 只有十七八岁 被你小路钱财就能骗走 郑英博被我说得脸色铁青 表情争鸣了一阵 突然爆发出一阵癫狂的大笑 好好认知红嘴挺厉害啊 差点被你带跑了 没关系 你觉得我只是有几个臭钱 只会玩罗曼蒂克那一套 得不到他的真心 但你这种阶层的人 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 钱真正的用处 我可以完全毁掉你们的生活 再把他从泥潭里拉起来 让他再也离不开我 而真心可以慢慢来 只要他在我身边我等得起 我简直难以置信 这个人在放什么屁 他把周晴宁当什么了 我怒不可遏 你要做什么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对他做什么坏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郑英博脸上 竟是疯狂而愉悦的表情 你等着瞧吧 这次我会让他主动找上门来求我 回到家后我坐立难安 他的话营绕在我心头 让我一阵阵的心计 我待做到晚饭时间 正准备出门 周晴宁就发来微信 志宏 我们刚刚突然通知 要开项目会议 我可能会晚一点到 我回他 没事 我等你 晚上七点半时 周晴宁出现了 但他的状态非常糟糕 他摊坐在椅子上 整个人魂不守舍 深吸一口气 公司说 要砍掉我们整个项目 已经做了最终决定 没有伤去的余地 我非常震惊 周晴宁是做抑郁症新药研发的 他从博士时 就一直在做这个项目 本来已经在进行 临床三期试验了 合格之后 就可以准备上市 前期都投入了 那么多的金钱人力 怎么会在这个关头叫停 有说原因吗 我周晴没投 周晴宁摇摇头 我立刻想到了 郑英伯所说的话 正是制药 是周晴宁公司的 最大投资者 这个该死的王八蛋 绝对是他干预了 公司的决策 不然哪个高层 会做这种愚蠢的决定 我知道 这个项目 周晴宁看得 比他自己的命还重要 他原本有个姐姐 因为患上抑郁症 从楼顶一跃而下 事发之前 他们已经去看过了医生 但传统的药物 起效太慢 最后还是没能救下他 周晴宁是看着姐姐跳楼的 这是他过不去的心结 所以他才开始研发 能够快速起效的新药 血液仿若在奔流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坚定道 没关系 我知道这个项目 对你很重要 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在要起工作 我去打听一下 看看能不能有办法 把实验继续做下去 周晴宁感激地 反握住我的手 点了点头 那一顿饭 我们两个人都喂同嚼辣 草草结束 之后那段时间 我约了好几个老同学见面 但只要一提到这个项目 他们都说帮不上忙 甚至还有人隐晦地问 你们是不是惹到了什么人 事情毫无进展 周晴宁的精神便每况愈下 我几次发现他半夜睡不着 一个人窝在沙发里 看着姐姐的照片发呆 我心疼得要死 在心里把郑英博千刀万剐 一筹莫展之际 我收到了一个同行许晴的微信 听说你最近在找药企 接手一个项目 我老公在华瑞药业 对这个有兴趣 找个时间聊聊 我去附了约 对方确实挺有诚意 但是许晴提出了一个条件 她老公可以帮我们 但我必须以顾问的身份 加入她的工作室 我知道 她的工作室是做减肥业务的 几年前还问过我要不要一起合作 但我了解之后 发现她们只顾挣快钱 根本不管客户的健康后 我就果断地拒绝了 我非常纠结 一边是周晴宁的夙愿 一边是自己的职业道德 但她毫无血色的脸 又浮现在我面前 最后 我痛苦地捏了捏眉头 我可以和你们合作 但底线就是 从我手里出的方案 绝对不会伤害到客户的身体 如果你们不同意 我马上退出 许晴想了一会儿 答应了 回家的路上 我感觉心里闷得喘不过气 因为我们的这个口头约定 其实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我到底还是退后了自己的底线 但我实在不愿意周晴宁 就那样在痛苦中沉沦下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 整理好心情 准备回家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 我进家之后 她竟然是一幅容光焕发的模样 她哼着歌 正从厨房端出一道汤 放在餐桌上 看到我回来 笑眯眯地脱了围裙 快进来 饭已经做好了 太反常了 我心脏一阵狂跳 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她给我舀了一勺汤 欣喜地说 项目可以继续了 公司又改变主意了 她摇摇头 我辞职了 准备去一个朋友的公司 她打算继续做 筷子掉在地上 你辞职了 她有些疑惑地看我一眼 是啊 既然他们都不打算 继续做这个项目了 那我待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思呢 晚间新闻的声音 从客厅电视传来 正是制药宣布 在华城立新子公司 博宁医药 主研制新型抑郁症用药 我们一起沉默了 你的新公司 不会就是这个吧 她慢慢放下筷子 对 你 为什么没和我商量一下 周启明眨了眨眼 我想 我应该还是有决定 自己在哪工作的自由吧 我的声音变得古怪至极 是 你室友 可是 你明知他对你有其他的心思 为什么还要去他那里呢 他找过我 说你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配不上你 博宁医药 呵 你觉得 我看到这个名字 是什么感受 周启明瞪大了眼睛 过了半晌 他才说 知鸿 我是一个把工作 放在第一位的人 我去找他 也只是为了 能够完成自己的实验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 可是你也看到了 没有谁能够让我继续研发 我不去他那里 难道你能为我开一家医药公司吗 我知道 你肯定不好受 可难道为了你的心情 我就该放弃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吗 那我又会是什么感受 听着这些话 我的心突然开始剧痛无比 今天下午在同行面前的纠结和让步 此刻都化作利剑 狠狠地捅回了心上 我自嘲地笑笑 那你知道 郑英博就是叫停这个项目的人吗 周启明斩钉截铁 不可能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知道我姐姐的事 他不会这样做的 我为他语气中的熟忍和维护 感到心惊 可是你们已经多少年没见过了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变 志弘 我理解你对他有敌意 但是你也不能因为 他解决了你解决不了的事 让你感到没面子 就随意地诋毁他 你这样做 让我很难过 我看着周启明平静的面孔 被巨大的荒谬感笼罩 是 我费尽力气也没有办法 让其他人接手项目 而这与郑英博而言轻而易举 但我怎么会因为自己的面子 去诋毁其他人 我比谁都希望他能够继续他的实验 他居然这样看待我 郑英博说我配不上他的时候 他没有反驳一句 而我告诉他那个男人的真面目时 他竟然说他很难过 我吃饱了 为了一阵抽搐 我放下了没动几口的饭 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我看着天花板 突然觉得无比的疲惫 在此之前 我对自己尚有信心 觉得年少时的白月光不过是镜花水月 但现在我却不确定了 因为我意识到 他确实握住了我们的命脉 而我却并没有被周启宁坚定的选择 之后的一个月 我和周启宁冷战了 他早出晚归 我就泡在咖啡馆里忙自己的工作 我告诉许晴合作不了了 他只说没关系 一天 我刚给一个客户 做完一套月子参方案 就收到了赵一的电话 志鸿 你快看一下我给你发的消息 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链接 里面是一个女人生死历劫的哭诉 说要曝光一个人 自己的女儿被骗吃减肥药 现在被查出来里面含有违禁成分 被警察带走了 而视频里赫然出现了我的海报 拿着一盒粉色药丸 下面大大的一句标语 小粉丸 怀宁一个模特身材 视频已经发出来一天了 现在热度很高 评论区群情激愤 我简直一头雾水 我怎么可能跟这种东西有关系啊 我打开工作微信 里面全是客户在质问我 你也太缺德了吧 你这是毁了人家一辈子 以后再也不敢找你咨询了 谁知道你会不会给我推荐什么骇人的东西 太可恶了 之前你报价这么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不是个好东西 我看得糟心 还没划拉完 那个妈妈又更新了一条视频 是所谓我和她女儿的聊天记录 记录里我把那个小药丸夸得天花乱坠 拍着胸脯保证绝对效果又好又无复作用 还有一条语音 从我手里出的方案绝对不会伤害到客户的身体 就是这句话 让她女儿下定决心要买那个小粉丸 很快 评论区就有网友把我以前讲座的视频翻了出来 和这条语音做了声文对比 确认了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证据确凿 我的祖宗十八代都被骂出了话 照一语气担忧 我说兄弟 你是不是被人搞了 突然之间 我意识到自己好像确实在哪儿说过这句话 这不是那天和许晴谈合作的时候说的吗 靠啊 他给我结了一半搞成这样是什么意思 我马上打电话过去 无人接听 略一思索 我报了警 但警察告诉我 网络诽谤属于自诉案件 他们不能受理 他们说 我最好先和这个妈妈联系 看看能不能协商让她删除帖子 如果她不愿意 我就得先去公证处取证视频内容 然后去获得这个她的真实信息 如果找不到 还得先起诉网站 要求他们交出账号信息 再起诉这个人 我心凉的彻底 等这么一圈下来 我就算是胜诉了 要到赔偿了 事业也可以说是彻底完蛋了 笔录做完 天已经黑了 我的手机被信息炸得几乎瘫痪 我随意滑了两下 就看到各种鬼图 遗照和无言会语 我又一天没吃东西 心情可谓是能干翻全世界 我回了几个要好朋友和父母的电话 叫他们不要担心 把那几个up和工作微信全卸在了 开着车在城里乱绕 最后发现自己竟然无意识地 开到了柏宁医药门口 我有些恍惚 自从周琪宁来这里上班后 我就从来没有来接过她 此刻 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非常希望 她能陪在我身边 我把头在方向盘上靠了一会儿 决定给她发一条信息 我在停车场 今天顺路过来 可以接你 还没点下发送件 通知栏就推过来一条推送 华瑞药业与柏宁医药达成合作协议 获得产品授权 华瑞 许晴她老公的公司 和郑英博 哈 我花了三分钟理清混乱的脑子 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现状 我被郑英博和许晴耍了 可能一开始 就没有什么华瑞想做这个项目 他们叫我去交谈 只是为了收集我的声音 然后做这个局而已 而对于许晴来说 她的工作室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她老公的公司可以和柏宁合作 而我失去了收入来源 这是他们三赢的局面 我沉浸在巨大的愤怒之中 猛地抬头 就看到了周启宁和郑英博 一起从实验站里走了出来 他们两人都穿着隔离衣 周启宁一只手扯着背后的绳结 似乎是缠住了 他向郑英博示意 对方就双手还过他的腰 将他抱在怀里 解开了绳子 把他从隔离衣里拉了出来 又把他乱了的头发扶到耳后 一连串动作 熟练的触目惊心 我的理智几乎在瞬间垮塌 我冲下了车 狠狠地一拳挥在了他的脸上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周启宁在尖叫 郑英博的前胸全是血点 而我被闻声而来的保安按在地上 我发疯一般地挣扎着 郑英博 你这个卑鄙小人 你玩鹰的 郑英博狼狈极了 但表情却阴狠又兴奋 任志宏 自己做了错事被曝光 就来这里发疯吗 他捂着鼓鼓流血的鼻子 掏出了手机 把视频给周启宁看 周启宁在一旁 手都在抖 而看我的眼神 从震惊过渡到失望 颤着声音说 知鸿 你什么时候 变成这种样子了 你怎么能打人呢 你怎么能 给人家用那种药 你太让我 我看着他脸上受伤的表情 瞳孔骤然放大 声调都破了音 你 你信这个视频 你竟然相信我会给别人违禁药 我投于目眩 眼前的景物都变了形 心中所信任的世界 在轰然之间倒塌 我不敢相信 连赵义的第一反应都是 我是不是被人搞了 为什么周启宁会相信 那样一个堪称假道离谱的视频 我整个人都目将在原地 周启宁却突然慌了 他蹲下来用手抹摸着我的脸 不是 知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你会害人 你 你别哭呀 我抹了一把脸 才知道自己竟然已经泪流满面 心口痛得像是痛了大洞 呼呼声风 比起被网上那些人痛骂 比起丢了事业 周启宁居然信了视频这件事 让我更痛上千倍万倍 我从地上猛地爬起来 恍恍惚惚地往车的方向走 这个地方 我一秒钟也待不下去了 周启宁想跟过来 但郑英伯在后面拽住了他 我没走两步 就感觉景物完全扭曲 眼睛一阵金光 脚下一个亮呛 视线翻转 我就跌入了黑暗中 在醒来时 是陌生的天花板 我手背上戳着针头 而周启宁正趴在我手旁睡觉 我缩手的动静惊醒了他 他揉了揉眼 眼白上有些疲惫的血丝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摇了摇头 示意自己没事 医生说你有点低血糖 又遇上情绪剧烈波动 所以才 挂完这瓶水 应该就没什么事了 我看向窗外 一片漆黑 而房间里寂静无声 过了一会儿 周启宁叹了一口气 直红 我们谈谈好吗 我闭上眼睛 嘶哑着声音说 你想谈什么呢 刚刚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的 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只是 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 你那么疯狂的样子 我当时整个人都混乱了 所以才口不择言 这段时间以来 我感觉我们之间 好像有了隔阂 我知道 是我和郑英博 过去的事情 影响了我们的关系 我无法改变 已经发生的过往 但我真的不希望 这些事情 影响到我们的以后 等三期试验做完 我就从柏宁离职好吗 我会和郑英博说清楚 也不会再和他 有什么来往 我们可以休个长假 一起去旅行 我们从在一起的第一年 就开始计划去普及岛 就在今年 把它实现了吧 说着说着 他的语气轻快了起来 脸上带着期待的神色 转向我时 又变得有些小心翼翼 脑袋昏昏沉沉 我心里只觉得无力 我想就这么答应他 但内心深处 我却实实在在的感觉到 我们的关系 正在走向崩溃 现在这些补救措施 都像是泰坦尼克号沉默之前 还在努力演奏的乐队 只是在粉饰太平 我们之间 真的只是隔着那些 无法改变的过往吗 不是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 是当我们的生活 出现危机后 周请宁的处理方式 他给了郑英博无可质疑的信任 却给了我质疑和结问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但我现在太累了 我已经没有心情 再去和他掰扯这些东西 长久的沉默中 护士进来了 他看了看已经空掉的药瓶 拔了我的针头 我从床上起身 避开了周请宁的眼睛 走吧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都在解决视频的事 我没有告诉周请宁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因为之前他已经展示过 自己对郑英博的信任了 我起诉了视频网站 但得到的账号信息却属于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人 苦于没有证据 我只能看着他们就这样狡猾的消失在了茫茫代码背后 最终 网站也只是删掉了那两条视频 将账号做了禁言处理 有很多人自发都为我做了澄清 以前的一些客户站了出来 还有我的一些好友和同学 甚至我的博导也打来电话 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们挽救了一些我的声誉 工作室虽然大不如前 但也没有彻底完蛋 与此同时 周请宁开始与郑英博保持距离 他的三期实验进行得很快也很顺利 他说 他已经预定了秋天去普及的机票了 三个月后 实验完成 他也如承诺的一样提了辞职 一切 看上去好像都在触底反弹 准备飞往普及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收拾好行李 躺在床上 周请宁靠在我肩上 我感觉今晚可能会睡不着 我是笑 你是小朋友吗 他也轻轻笑了两下 好久没有这样兴奋的时候了 感觉过了三十岁之后 一切都变得索然管位 我之前一直以为三期实验做完 我会非常激动 但后来发现 我只有一种终于解放了的感觉 然后我才注意到 这些年里 最开心的记忆 全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志宏 你真的给我带来了 很多很多的美好时刻 所以我觉得 我想和你更长久的在一起 我听着他的感慨 眼眶有些酸涩 曾几何时 这也是我的愿望 在他目光种种的看着我的那一刻 我甚至都产生了一丝动鸟 或许之前的一切 都只是考验我们感情的一道坎 我们还是能走下去的 但我心底另一个声音 理智地说 郑英博不会就这样放弃的 第二天 我们一早就到了机场 开始登机后 周启明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疑惑地接了电话 一分钟后 脸色变得很白 他死死握着手机 又咬着嘴唇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仿黄的样子 怎么了 郑英博他 住院了 说是要出了问题 受试者突然有不良反应 集体来闹 然后有一个人 用铁棍打了他的头 知鸿 我 他眼神闪烁 可能得回去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要出了问题 我在心底短叹一声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广播开始催促登机了 我使劲把指甲攥进肉里 才没让自己泄露出 一丝多余的情绪 那去吧 周启明愣住了 没想到我居然 这么轻易地答应了 知鸿 我昨天说的都是真的 你不要生气 我处理完 马上就坐飞机过来 你先等我两天好吗 我向你保证 似乎是为了让我放心 他把行李箱一把塞到我手上 恳切地看着我 我把他乱翘得病脚里顺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触碰他了 去吧 我在普及等你 他再三确认 又用力地抱紧我 恋恋不舍地松开 然后转身匆匆离去 我独自飞往普及 躺在沙滩椅上 晒着秋日温暖 但不暴力的太阳 这几天里 除了最开始问我到了没有 周启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而我在家人地图里看到了他的诡计 他没有去什么医院 这也理所当然 郑英伯那里游编的真的很别角 他一直在郑英伯家里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会聊些什么 又做些什么 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这个家人地图 是很久之前 我们刚在一起没多久的时候 为了他的安全才添加的 当时我还在一家健康咨询公司上班 而他临时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中场休息时 他吃了茶参里的水果 然后直接休克了过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 是因为切水果的案板之前还碎过杏仁 我联系不上他 又不知道他在哪里 等我四处打电话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ICU里待了一天了 那一次是真的吓到我了 医生说他来的时候几乎测不到血压 但凡再晚一会儿来 可能心跳就要停止了 所以当时我就把他添加进了家人地图中 生怕这种事在发生 而后来我辞了职 开始做自己的工作室 全全照顾他的三餐后 他过敏的情况就几乎没有再出现过了 我们也就忘了家人地图这件事 此时在看着家人两个字 我第一次理解了什么叫莱茵序果 周晴宁 或许在那天说想和我长久的话是真心的 但他在乎郑英博也是真的 之前我一直为此疲惫又痛苦 但从今往后 我不会了 我删掉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发布了关闭工作室的朋友圈 捡掉了电话卡 退出了那个家人地图 临走前 我把他的东西寄存在了酒店 然后在里面留下了一个装着戒指的小盒子 和一封信 我告诉他 纪念任那天 我本来是准备求婚的 戒指就藏在蛋糕里 只是没想到 蛋糕没人吃 戒指也没人发现 而这次戴上 也是最后的念想 我其实隐约猜到了 郑英博会在这次度假时搞事 而周晴宁的态度 将左右我接下来的选择 如今 尘埃落定 那我便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我戴上自己的行李箱 飞往莫都 在工作室出事的时候 博导曾经联系过我 他当时说 如果我不想再做工作室了 他可以推荐我到魔都做博后 他说 一条路走不通了 还有另一条 你是搞科研的好苗子 要是改了主意 再联系我 我答应了 我到了魔都 开启了自己的新生活 一切都很新鲜 充实的生活 很快就填补了另一个人的空缺 我意识到 人心的复原力真的远超想象 当我真的开始不爱周晴宁后 离开他这件事 就变得没什么大不了了 我读博后的第二年 导师组里来了一个小师妹 李依然 她特别的活泼 走到哪里都闪闪发光 给我枯燥的科研生活 带来了很多欢乐 后来在同门的极力撮合下 她向我表了白 我答应了 过去的那段日子 逐渐变成了一段遥远的梦境 博后出战时 我顺利留校 和李依然也开始谈婚论嫁 婚礼前夕 我到处给人发喜糖 刚到实验站 就看到同事都用一种 严余的目光看着我 师弟朝办公室弩了弩嘴 哥们 你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我一头雾水地走进去 见到了周启宁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我 他看上去憔悴了许多 人也轻瘦 身上竟然有一种沉沉的木气 和过去的干练明快 相去甚远 我给他倒了杯水 对坐着 香鼓无言 他握着那只一次性水杯 几乎要把它捏坏 长久的寂静后 他颤抖着声音开口 直红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很后悔 后悔为什么那天 没有注意到你做的蛋糕 为什么会忘记 我们的纪念日 我应该在正英国 来找我的那个时候 就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让他滚 我已经不爱他了 只是当初的执念在作祟 你走后 你的东西 我一件也没有动过 都按原样摆好收好 就像你只是出了个门 很快就会回来 但我又不敢待在那个家里 我总是会想起你 他哽咽了 我总是做梦 梦到以前 就因为我说了一句 食堂的饭不好吃 你半夜还在厨房研究食谱 你对我那么好 我怎么会鬼迷心窍 一般相信了他受伤的鬼话 然后让你一个人去普及呢 我这样做 和他当年抛弃我有什么区别呢 你走之后 他向我求婚 我拒绝了 我恨他 如果不是他 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嗓音嘶哑 直红 你能原谅我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没有怪过你 更谈不上什么原谅 周启宁眼睛瞪大了 随后喜极而起 我就知道 我不会怪我的 我们也一定不会就这样分开的 他扔下杯子 抓住我的双臂 就要吻下来 我一个闪身躲开 甩开了他 你误会了 我不怪你 是因为我觉得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 所以那些就是 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他难以置信 这时 我听到了李依然 朝办公室走来的声音 我一把搂住了 出现在门边的李依然 而且周女士 我看着猛猛的 缩在我怀里的人 低头在她唇上吻了一下 在我们国家 这是爱人之间才能做的事 向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妻子 李依然 李依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是我这里有客人 脸一下子全红了 他慌慌张张的 从手提袋里 拿出了一盒喜糖 塞到了周启宁手里 你好 这个给你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然后猛吹了我一下 跑了 周启宁看着手中鲜红的礼盒 像被抽了力气一般 慢慢的跌坐到了椅子上 我摇了摇头 指着门说 不要再沉缅于过去了 那些事情都已经翻篇 我们该各走各的路了 请回吧 婚礼前一天 我和李依然正在忙着对第二天的流程 我突然接到了郑英伯的电话 他声音集中呆狠 周启宁进医院了 你赶紧过来 我皱起眉头 我又不是医生 过来也治不了病 他停顿了一会儿 然后语气痛哭 人直红 算我求你了 他从你那里回来之后 就不吃不睡 刚刚疯了一样开始吃芒果 现在整个喉咙都肿得没法呼吸了 见不到你 他真的会出事的 电话一阵杂音 之后一阵嘶哑的声音传来 直红 你原谅我吧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你不要结婚好不好 我冷静地打断他 身体是你自己的 你不该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 但我不是你的任何人 对你没有任何看护的义务 我很忙 听医生的安排 别再打给我了 挂了电话 我回到会场 李依然问我 谁呀 我笑着回他 一个在外地的朋友 打电话来祝我们新婚快乐 我们办完婚礼没过多久 就看到了药监局通报的新闻 柏宁医药和华瑞药业 共同刚推出的新药 涉嫌临床数据造假 郑英博和许晴的老公面临入行 而周启宁可能会被吊销执照 拉入黑名单 在多年内禁止从事药物研发 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周启宁去举报的 业内议论纷纷 说难得一见有这样的勇士 赌上了自己的前途 也要举报假实验 然而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 知红 这是我的赎罪 我删掉短信 拉黑了号码 现在的我 心里不会有一丝波澜 顶多为他称赞一句 未名除害 我和李依然请了长假 去度蜜月 躺在酒店赖床时 他告诉我 其实婚礼前一天 我知道是你前女友 给你打了电话 而且他就是那天 在你办公室里的那个姐姐 我一愣 他脚狭地盯着我 然后笑了起来 看你这反应 被我说中了吧 我们女人的第六感 一向非常的精准 我顿时有些慌张 那天我就是想说清楚 让他以后别找我了 没想瞒着你 别慌 我没生气 真的吗 真的 我不相信 紧盯着他 生怕他是在掩饰 但我发现 他眼睛晶晶亮 确实没有在生气 我反而有些疑惑了 为什么呢 你好像完全不介意 他来找过我 李依然笑眯眯地说 因为爱不爱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我很惊讶 被这句话震在了当场 随即又感觉眼睛一阵酸胀 是啊 爱还是不爱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其实当时周启宁 看正英伯的眼神 已经告诉过我真相了 只不过我一直在自欺欺人而已 而现在他放不下 或许也不是因为爱我 只是不甘心罢了 李依然继续说 我不介意你之前有过什么经历 那都是过去是吧 你那天看我的时候 眼睛里面全是在说 此时此刻你最喜欢我 我不要给爱设置期限 一万年太久 我只争朝夕 我看着他笑盈盈的面孔 情感如洪水般涌出 将他紧紧搂入怀中 床边的收音机再放一首歌 而我沉沦在他的眼里 你的梦落在我手心 月亮映照着光也照着你 逃亡在危险的黎明 月月山川见证我奔向你 是的 天地见证 我们双向奔赴 全文完 感谢观看